第三三题有关保险是下列迅速何者错误老师上课的时候教过保险室的电阻稍微大一点因此在相同电流情况下还有比较大的电流热效应 而它的容点比较低所以发热之后容易熔断而达到了保护电路的目的所以选项A说容点较低是对的电流较大也是对的 而这个符号老师上课也教过这个是保险室的符号也是对的我们保险室要保护电路我们要不让电流过大 所以我要跟那个被保护电路的电流是一样大的那么电流要一样大必须要串联所以保险室要跟被保护电路串联在一起 那么选项珠说要并联是错的所以第三三题问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错误我们答案选的是珠 保险室必须与被保护的电路并联在一起